我们先来看一下两队在数据上的对比 在血腥程度上 在整个常规赛 Found Plus都是联赛第一 同时他们的小龙控制率和一写后胜率 都来到了联赛第一 他们的前期节奏非常爆炸 而LNG其实是和他们相反的 直接锁了女刀锋 这个女刀锋 我觉得大概率是东云必须打中路的 这个走中路的概率比较高 但走上路的话 其实打鳄鱼也是有机会打了吧 直接奎一吗 怎么说 这个得LNG给我们讲一下 我觉得还在凯南围一点 对因为我们说了半天 我也觉得凯南应该是最稳的 你巨模都搬了嘛 对吧 对 这样给打野补一个中后期 曲线稍微厉害一点的 但这个阵容拿出来 其实LNG感觉 上中野的配合度上面稍微低了一点啊 因为打野需要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发育空间 对而且打野跟现场人的配合感觉也不是那么好 也没有压得很凶啊 应该是前期没卡草丛 阿谀上来打一套 红怒打破正好定住了拿住瑞的意 这波好像是把小天叫过来 想动 想动 这个位置想动的 杜云币比双人拉完 杉献西 一个W 挡一下伤害 是的杜云币闪的也很快 王帝好像失误了 这个位置没有拉出防一塔 是的 回身小天再翼上来 刘秋松也来了 艾康有一段闪现 魔忍兜的交往Q了真身了 很准确 直接逼了闪现 他自己那个Q的伤害像是需要两极Q的 是足够的 是足够的 最后W也挂到了 好像撤体这边也没办法 因为防一塔马上要A到自己了 感觉那一下会死 而且买了之后 这个装备也不一定现在对线有优势了 踩上去打一套 看这个E 拉住了 他死了呀 死了 带被动的是真身 这个Icon直接是损失惨重 是的 想强杀 想强杀 但射体这边有W的呀 V哥就在后面 布隆这边可能 我一死选没有死 但独一边这边 拓败王剑短了一寸 角约在接 塔战没有闪现的 给了一个茫茫焦图 想靠下一个千载优业 但小天在挡 拓败王剑只抽到小天 塔战还要再追吗 天载优业上去 直接是短了一寸 没咬住 招TP抓林伟祥 TP的是射体 一个起风密集 那这边的话 林伟祥是有六级的 好帅啊 罪名双定 但是回身被拉过来 想反换 系红拳空了 他早点打 清晖叶宁 感觉真有机会 只要不出事 打团你是秒杀恶语的 对 这个道理是没问题的 叶子连住 但两边打也都在 卡战托王剑戳了一下 并不敢直接压这个通关 对你比雪阳压那么低 就不会有怨塔的想法 你说是吧 实在是太诱人了 对 在那个塔下 他果然是内部还不准 大换血 阿乐这边是没有大招的 正好被电晕 草丛里插真眼 防止凯南直接进草 这样阿乐还是 直接对焦闪眼中 冲着显得很危机 刘青松在挡 链子连住刘青松 但后面爱王帝也来了 收到的三打三 小约仰了两个 造型的大招 放得非常好 魂王先闪掉了一个曝龙之后 回身利用曝龙背中 严重了小天 对面战打不了完之后 破板王又是收掉小天 而且还能再捡一个被动 但是色体也被对面戏解决掉 最后剩下对面戏 故障难逼的情况下 被通关天灵再次压死 成分了 哇 来看一下 这波发布拉斯第一时间也是想去 太想去杀那个鳄鱼了 海康的两段链子 配合上空关天灵 拿到布隆的人头 然后捡起布隆的灵魂之后 利用布隆的一个被动加Q 直接是晕住了小天 再把小天定点秒掉 而且该说不说的也是巧了 阿勒第一波在草里 是一边射题是六级 富龙是五级啊 那个大招还没有转好 这波团长打起来 感觉得看 得看中叶的发挥了呀 下午先锋三千血 两边要拼惩戒了吗 没有机会拼惩戒 被小天拿到弹 你进去被比双人拉不起来 两个人第一秒 打的是小天 小天临死一把 而放出来 但是破板王已经剪掉了他的灵魂 以自选的情况下 虽然他们这么开出 可能点户队的对面给砍死了 而且刚才侧面 林伟祥做得很好 他一直在限制对方的进场 艾卡的闪现W 被对方闪现躲着用 反身的倒背大招 并住了自己 再收一人 艾希这波在团战 最后才放出大招 这个被眼看到了 可是也动不太了 还想往前过来 在这个口子 闪现枪上零如西 只吸到小天 而且没吸晕 只好反爆回刘青松 那这样是艾卡 拿到刘青松的人头 可以去动龙了 下半区 打野来了 看到了一个刘青松 刘青松这边是没闪的 打得定处打一套 艾希手里有大的 博巴群健好了 但是这波脚跃就在后面 艾莱特没什么蓝量了 他搞了个点 来打队线 下路 上路的位置 钻过来 但是脚跃就在旁边 这波阿乐打了一套 可能要被打晕了 被打晕 这位置有闪 有闪 哇 这样等于是第一段的闪现 B闪 然后对面踢回来 冰锁都穿 鼻双刃 链子是被巨坡猪打住了 再改了 拉断二链子 艾康的真身在塔下血量还可以 往地过来 被小人大招吸回来 交给西红拳 要倒了 这个时候打起来 翻不拉就是一步一地 这波小谷先锋团 艾康想要找机会消耗一下 是完全零视野 刘青松就一个人很危险 B闪没抓住 但是小天在边上 这波有盾空毫无办法 怎么说这波 赖了这波有双招的 究竟没有能拘到 贝勒斯刀很好 换经纪 一键过来 有TP开始包 这一键是空调的 那这个队友下来 他在跳队友 凯南来了 下路是有双闪的 喂 这个杯有点过分吧 往哪个吧 那这边的话 色体是一定死了 看看艾希 艾希叫闪拉走了 小天来了 小天要散下根了 没有两端一直接跟杀掉了 中路想动 雷伟祥 雷伟祥 交闪躲了一踩 这个突然天天直接压下来 回身放了个烟花 虽然还想操作 但是还这么一参都不太会让你这么舒服的先拿了 我最近还没射到 是 这一键其实已经是劝队知道对方来人了 第一时间没事 但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背了呀 这个画面看起来有点尴尬 兄弟一生一起锁 可以 毕竟是下路双人组 利用小兵位移 然后火箭腰带杀人 俄菲鲁斯是红白刀 刀很好 而且鳄鱼在下 这几个要素都造成了他们卷择逼龙的绝点 蓝眼照到了 鳄鱼这边 但踢过来接不接团 接团热龙还是打到底 看看这不是没有大招的 这边凯拿是没有闪的 在找机会绕后 绕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但是这边 阿勒在找 带阿勒去找 诶 正面小天已经阵亡了 打不得克尔已经偷掉了小天 阿勒这里过来 先找拿柜 把拿柜给逼开 艾汤想要过来找机会消耗 但是终于秘的 第三个决定就是你别打了 我把你打也直接秒了 交机会想守着中塔 感觉哈姆拉德地步还是想打呀 比床的拉有两个 但是突断了 大脑先流 给个治疗之后 艾汤没有迷走 艾汤地把刀背抱过来 交一个闪现 刀背往前 蓝盾减速了对面的所有人 在这个时候 塔赛打不上去 只能闪现回来 刀背一个闪现 跟拉那个比床人 拉着塔 塔赛几被秒掉 后面没蓝的赖克 跟鳄鱼在落荒逃出来 谁跑得慢 谁就是前排啊 这个时候艾汤先倒 鳄鱼回神帮帮垫了下风 但自己两端一走完之后 对面又Q上来 比床人没有拉住赖克 但赖克被同B刮了印记 被打了一套折进的平衡 又被队逼一刀收掉 那在这个时间段 击杀掉了对方四个人的情况下 小天也正好复活 赶到中路来 可以顺势再去逼一波大龙 哇 这波其实 艾汤已经在这种 很艰难的情况下 做了一个很出色的抉择 就是把那边打也秒掉了 打得QR闪溢 好 那一都不需要 以电行鞋炸死了 但是看一下高昧这波 第一视角 拉两个 二 哇 他都W直接放得很跑 他才一个人追着四个人跑 对 然后刚好有个布隆 哇 真的不掉血啊 他一直保持满着不着 然后他可血战斧也卡CD用 哇 直接大 大的尖尖还减速到塔战了 大叔 阿勒大拉之后 直接过来 比床人又拉住 阿勒要倒了 罪名定一下 留一下拿到这个人头 他们已经Q疯了 就接下来是吧 对 又Q上来了 来了 脚跃上去拉了两个 射击这边虽然拉了五个 但是好像没什么用了呀 没有伤害呀 烂的焦完闪 还是被独一币两刀刮死 而之后凯南回身的火箭腰带 也烫死了塔战 我们恭喜方普拉斯 非常大优势的情况下 应该要拿下第一局比赛了 你看纳瑰真的一次不死 他改变了 他要改变了 他成长了 恭喜方普拉斯 当一场对局 连ADC都是闪现开团 就能想到他的优势有多大 我们恭喜方普拉斯 第一局比想象的进程还要快一些 因为扎克这种 对 就剩下的都是雷克赛 但是这一局上不了场 对吧 剩下的都是 破败王这种需要刷下去的了 但是你选个猪妹扎克 去跟脚跃队刷 感觉又很奇怪 对 而且还是那句话 你给塔战搞个这个 让他在竞争赛跟着刷野 对吧 感觉也不太好 感觉没道理 是的 因为他的状态太好了前几场 然后就是中路这波 海文基都没想到 他踢下来是来干这个的 对 本来觉得他踢下来 是来开团的 对 是来守塔的 没想到天然间开团了 海文基人估计也挺懵的 就 我明明不是先秒你一个人吧 怎么你们可能四打五 太流畅了 关键是我还没打赢你 直接追到别人家二 喝水 可以 是的 我们再一次恭喜DWB 又斩获了一个MAP 参团率90% DWB他还有一个数据 是他在15分钟的参战率 是整个联赛的中单的第二 今天又是一把主W的刀妹 对 大家可以学一下这个出装 感觉中期有优势太扎实了 咱们 我派上去 他已经有点轻辑了 我们要上去了 我好 好 好